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的秦丁大饭店已经让他火得一塌糊涂 而2002年的冬季练歌更是火上浇油 这部剧当年有多红 相信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除了在韩国本土是收拾冠军之外 在海外这部作品的传播度也超乎想象 在日本甚至获得了一兆2250亿韩元的天价回报 裴永俊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各大电视台的重大奖项 人气暴涨 不仅在韩国掀起巨浪 中国和日本也是被他的人气席卷于空 当时据某经济研究院调查 由于冬季练歌的热播带动韩国旅游增长了15% 一部电视剧影响力大到这个份上也算是独一份了 之后在2005年 裴永俊与孙艺珍主演的电影《外出》 被日本以700万美元高价买走版权 香港也以6位数美元价格购得香港发行权 可见裴永俊在冬季练歌之后在亚洲的影响力有多大 从2001年到2005年这五年中 裴永俊几乎用五年的时间就收获了别的演员 可能需要十几年才能收获的荣耀 这几年他的演艺之路可以说是顺风又顺水 但这种势头很快就戛然而止了 在拍了丑闻和外出两部电影之后 裴永俊以萌生退役 2007年在拍完《太神四神记》后 35岁的他悄然隐身 退居幕后当起了老板 从此裴永俊在江湖的传说不再续写 其实早在2004年下半年 裴永俊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经纪公司 只是到了2007年后 裴永俊才开始并购各类公司 涵盖娱乐 网络 购物等领域 后来裴永俊更是出资90亿韩元 投资了韩国科斯达克上市公司 并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经过多年的经营 现在的裴永俊已经悄然变成了韩国富豪级别的人物 果然牛的人干什么都不会太差 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他 在感情上就没那么顺利了 当年因合作冬季练歌 崔志友 裴永俊在西中CP感十足 加上那段时间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假戏真做的传闻传得飞飞扬扬 虽然两人都没有正式公开承认 不过外界早已将两人视为像李炳线和宋慧乔般真正的情侣 后来传闻崔志友甩了裴永俊令结新欢 对方还是一位大财法的大企业第二代 新欢比他大九岁 因对方有意经营娱乐事业而与崔志友结识 双方关系火速发展最终成为情侣 之后裴永俊和崔志友的恋情 也就随崔志友新回闻的曝光而结束了 令不少粉丝都为之感到惋惜 不过这段恋情仍未当事人都未承认过 而崔志友最后也没有成功嫁入豪门 出道多年 裴永俊只公开承认过两次恋情 一位是早年相恋的女导演李思江 另一位则是比他小14岁的豪门千金 两人拍拖一年最后还是分手了 虽然分手原因双方都保密 但外界却盛传是裴永俊被未来老张人嫌弃 女方父亲橘子君是韩国LS产店集团的副会长 这位千金还曾在纽约名牌大学读书 门不当户不对可以说是分手的关键原因之一 更关键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女方过去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婚姻只维持了六个月就失败了 连婚姻登记都没来得及进行 因此女方父亲很怕女儿嫁给裴永俊之后 因为她的明星身份再受伤害 分手之后裴永俊没再传出过其他绯闻 直到2015年她公布与她小13岁的韩国演员朴秀珍洗劫连礼 结婚一年后妻子就为裴永俊诞下了宝贝儿子 之后更是见不着她的踪影 一心向往家庭的她以妻子和宝宝为重心 裴永俊除了是个宠妻狂魔之外 还是一位护娃老爸 她从不在网上公开儿子的照片 却经常向友人炫耀 为了宝宝以后的成长 更是花巨资300万把豪宅重新蒸盖了一番 将室外的花园变成孩子玩耍的地方 可以看出裴永俊非常重视孩子的生活成长环境 为了不让妻子过于劳累 她会花出更多时间来悉心照顾儿子 真的非常暖心 2018年裴永俊又宣布 妻子诞下一个女孩 真的是人生大赢家了 有了两个孩子的她 立刻决定将名下的公司股份 全部卖给了SM公司 花出更多的时间照顾与陪伴孩子 父爱感爆棚 裴永俊已经46岁了 虽然将近半百 但是从近照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岁月根本无法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46岁的裴永俊 与当年处于颜值高峰期的面容根本相差无几 当年的俊尚欧巴似乎就在眼前 仍令人怦然心动 希望她能一直幸福下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时节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时节哦 小时节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